今天用李錦記的沙爹醬 做一個沙爹銀絲蟹煲 大家先看看材料吧 肉蟹洗乾淨湯好之後 就可以用粟粉放進蟹身上 待會煎的時候就不會有水走出來 先燒熱油 可以把已經撲了粟粉的蟹放進去 蟹都轉色了就可以拿起來了 這裡有250毫升的水 加一湯匙蠔油 一湯匙的特級鮮味生抽 然後有些糖 我們調好的芡汁之後 現在可以燒熱油了 下薑、蒜頭、乾蔥、還有蔥 還有兩湯匙利錦記沙爹醬 爆香了配料之後 就可以把蟹放進鍋裡 炒勻之後就蘸走 再加芡汁 加芡汁 加芡汁 可以增加沙爹的香味 然後加粉絲 粉絲已經預先浸軟了 醬汁收濃之後就可以上碟了 我們加���芹和紅椒碎做裝飾 用利錦記沙爹醬做的沙爹銀絲蟹煲就完成了 碟筏 來說 谢谢观看